梦幻的 这个差别就比较大了 这是林两个木底下个西 信息已经不是原来拥有的信息了 那这个梦呢 我们说里边一个四 四是什么呢 还是看不出来 好 我们看它的甲骨 这个字特别有意思 左边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床的意思 南方人睡床 北方人睡炕 北方人把土夯实了 出现个台子就能在上面睡 南方不行 南方太潮湿了 所以他得架起个架子来 在上面铺个板 睡到上面去 底下通风 能把潮湿的空气吹走 所以这个就是中原一带 黄河流域当时也有水草充足 还有大象嘛 所以这是最早的床 床字呢有一个一体字 因为这个字已经看不出来 床了 床字有个一体字 有人把它当团体字写呢 其实不是 它是个一体字 这是床字 所以这个是床 而且是两层架子床 它到底为什么是床呢 我看我画一下 这是墙 栽的木头 这个墙可能就是山墙 在后边是山 然后呢 这是在地下打个桩 它拧过来的就是什么 这有点像我们坐火车的卧铺 它就是床 那这边是什么 眼睛 人的眼睛和看见的剑和像 人眼睛上边有两个扭动的东西 是什么 我们另外看一个骨鞋 床 眼睛 人 别怎么说 什么叫梦呢 就是睡着了 眼睛还在呼山山的动 这个我们知道 现代经史分析 弗洛伊德讲 深睡眠的时候 人的做梦的时候 眼球在动 可是这个字出现在 差不多四千年前 中国人已经观察到 人眼球动 是在做梦 所以就把这个 人在床上睡 眼睛的上边 有抖动 这叫梦 所以梦就是 你以为你看见了 其实眼睛闭着的 什么也没看见 你看见的东西 不是真实的梦 幻呢 雅伯文也有了 这个符号又出来了 经文 段书为了美观 我们上节课说 书文节字的作者许慎 东汉时期的许慎 他说 什么叫幻呢 他正解释的 正好我们刚才讲过 这个语字 我们再讲一下 语 写出来是这样 语是给予 给人东西 所以 取慎说 取慎说 什么是患呢 反语 是什么 是炸货 就本来要给你呢 不给了 不是哄人玩吗 骗人的吧 所以他说 幻就是骗人的意思 幻觉 幻术 都是哄人的 他讲的这个意思是对的 但事实上呢 在传书里头 这个写法是为了美观 我们叫做讹变 本意不是 许慎的这个解释 是符合幻的意思的 但不是造字的时候的本意 本意是什么呢 幻 是猪丝 是猪丝 蚕丝之变 就是这样 连了一根丝 贾古文时代的人 发现 蚕丝网 那些细丝 过两天就 没有了 变了 因为蚕丝不停地 在网丝嘛 过一会儿 这儿全是蚕丝网 过一会儿 那儿又是蚕丝网 蚕丝也是 蚕土丝 土丝 最后成了碱了 最后 蚕变成个鹅呢 把尖 咬破 所以换的意思 不是拱人 是变 这五个字 我们信息 已经全部把它搞清楚了 如梦幻泡影 如旧事 旧事 一切又违法 我们讲过了 旧事 做梦 你以为 你看到的是真实 你眼球在动 其实你什么也没看见 换了 你以为 现在这个看到的东西 它就不变了 过几天 它就变了 你看起来 一个包 你以为 它是 孕育了一个婴儿 其实不过是一包水 你以为是一个高高的塔在那 其实不过是太阳的影 照的影子 太阳落山了 它也就没 这是如梦幻泡影 如鹿 鹿 如电 如 还是那个意思 不是假 好像 很多人说 一切有违法 一切那个 你说出来 好像是道理 是规律 其实 好像什么什么一样 不是的 金刚经的结语里边 很清晰地告诉你 你以为的那些东西 它就是什么 就是什么 不是好像 如鹿 我们看鹿是什么 鹿这个字 是出现的很晚的一个字 鹿叫做地之水气 武汉语词典里 解释鹿叫地之水气 就是地上的那点水气 就叫鹿 植物上 树叶上那些鹿水 像珍珠一样的鹿水 所以有的人 借此发挥 说如鹿为物油店 就是你看着那个像 金银透亮的 可爱的像珍珠一样 其实不过是 破灭了 是水 这个解释都是 望文生意吧 望字生意 我们看鹿到底说的是什么 鹿 还是我们说 用这个解析的方法 鹿 一横是天 我们再加过 一横是天 天上下来的水 就是鹿 这个概念特别好 我顺便讲一个字 天上下来的水 天上下来的水 下着下着呢 它就变成了羽毛 这是加过 这是骨血吧 它就变成了羽毛一样 这是羽毛的象形 这是个羽字 这是什么字 天上降下来的水 结果快到地面的时候 变成羽毛了 这是一个老血吧 美不美 妙不妙 哎呀 这个古人的思维太美妙 你看把这个血字写 像一首诗一样 那我讲 族 族的甲骨文怎么写呢 族的甲骨文特别有意思 看上边这个最后变成口字了 底下这个 这是脚趾头的指 我们讲过 底下这个符号是脚趾头的指 上面这个是一个脚丫子的象形 所以这是族 重要的是下面这个字 我们刚才讲过了一个去字 去字是这个大人 从山口出去 这个人 大人带着大家从洞口出去 现在这个脚倒过来 这个纸 这个纸扣过来了 又回来了 所以各 来 各就是回来 来了就叫各 各的本意就是回来 什么叫路呢 来到之处叫路 是不是很奇怪 在远古时期 发明字的时候 没有路 鲁迅先生说 世上本来没有路 走的多了就是路 哪也没路 像我们现在道路四通八达 古时候没有路 那哪叫路呢 你住的那个洞穴 你住的那个部落周围 进门的那块地方 就叫路 为什么 那是夯实了的 你那个居住地 把它吐夯实了的一块地方 现在盖一套房子 盖一个地方 也是先要把地基打好 所以雨下的再大 水流的到处弥漫的都是 但是就在路的这个地方 那水就地是夯实了 水就流走 盛化一点点 很快地面上 就流点水汽了 那个就叫路 好 如路易如电的路是什么呢 就是有违法的一切事物 就是路 就是你以为有所得到的水 不是 它就是流了一点水汽给你 随着蒸发水汽就没有 它就在反反复复说明 释迦牟尼的 空的概念是什么 你不要当真了 你不要以为你把大象牵过来 你有本事 你不要以为你提着牛肉 你把牛也驯服了 你什么都有了 它不过就是这些东西 它就是这些 不是好像 我们说佛经 佛讲了几十年 释迦牟尼 讲了多少部经啊 讲来讲去 其实一直在讲一个道理 所以有学者说 你把心经搞懂了 就全懂了 那我们现在说了半天 海星讲心经里头又说 心经里边不就是三个字吗 观自在 那你看那个观是什么 你就搞懂 那观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就这四句话 就这个观念嘛 就这个世界观嘛 就这个认识论嘛 就是佛要用最通俗的比喻 来告诉你 他到底在说什么 那我们解析就是 我们不知道佛当时怎么说的 我们不知道 释迦牟尼怎么说的 没有录音 我们只有 玄奘他们翻译的 中文的 我们只能看得懂 但是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看懂 我们要了解 玄奘 他到底为什么要用这些汉字 我们要知道这些汉字在说什么 我们才能知道心经在告诉我们什么 这就是和学讲心经的整体思路 我也是在反复在讲这个问题 希望我能够把这个事情说清楚 意义的甲骨文 什么叫意义呢 这是甲骨文词典里的讲 什么叫意义呢 就是大人之两页 左胳膊底下 右胳膊底下 它不一样吗 是幼儿赛之一 念 念字 注意啊 我们刚才讲了 雨和雪都有个雨字 它是繁化了成为这个字 因为下雨才闪电 有雷才有电 它是繁化了的 本字不是 本字就是电 身 神 它是一个字 都是电字 甲骨文 经文 经文 然后 通通都是一个字 什么字 电 表示神 上古时候人类 看见天空上 劈下来的闪电 认为这是天神 在给我们传递信息 如果闪电 把什么人给劈了 把什么建筑损坏了 都认为天神发怒了 上帝在惩罚我们 所以闪电是神的意志 左边这个是什么 只是个是 就是十字架 我们不要认为 十字架就是 基督教的产物 在远古的时期 十字架就是 所有各民族先民 和上天 对话的一个渠道 另一个高高的杆子 上面再横着绑一个杆子 上面挂上肉 用于祭祀 或者挂上乳酪等等 所以是一个天线 教堂顶上有个十字架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十字架 十字架和神变配套 就是神 注意 下边讲的这个是很重要的概念 一切有违法 如路 我们好理解 唠不下实际的东西 蒸发了就没有 一也是 如是 又是变 又是神 根据前边排比下来 释迦牟尼 这个佛经理告诉你 神有吗 有神吗 好 注意 我这要摘清楚 我们说的神 不是指的其他宗教说的神 比如说基督徒 简称神就是上帝 我们现在说的神 就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存在 释迦牟尼告诉你 没神 神和路 就是电 和路是一样的 和泡 影 都是一样的 神也是 和梦和话 都是一样的 神是你想出来的 这个地方释迦牟尼是告诉你 我 假设释迦牟尼的话 我可不是神 佛可不是神 佛经不讲神迹 不讲神兽 神兽了你一个什么 一个天命 一个能力 不讲这个 佛讲什么 佛讲觉悟 佛讲你要去觉悟 你自己去救自己 你不要想通过 祈祷 祷告 由神来拯救你 你不要指望有一个什么神迹发生 一下把你变得和原来不一样 你要自己去觉悟 要靠你自己 学佛 是为了成佛 不是为了成神 请注意 这一点我个人认为很重要 我们现在很多人 求佛 拜佛 学佛 实际上是想成神呢 就像有一个校官说的 说 有一个大富豪 挖了很多钱上香 然后在那祷告呢 那个老僧告诉他说 施主你是这个布施是不少 可是你二十万的香火钱 想还一个两千万的月 什么意思 没有神迹 不可能 学佛是为了学做人 不是为了变成神 因为神也是不存在的 这个信息 我觉得重要就是在于 我们很多讲新经的那些讲法里边 都没有讲到这个问题 都是表面的 就是像露水一样 太阳一晒就没有了 像闪电一样 闪过就去没有了 那就什么也没有吧 对不对呢 对 但远远不止这个 这四句节语 我为什么要花一节课来讲呢 因为它不是我们 我们可能最容易犯的错误 就是忽略一下 就以为自己知道 那还不知道 一下就明白明白 其实不明白 一定要老老实实的学习 老老实实的做学问 才能够知道到底是什么 不是那么四句话 好多人很轻视这个四句节语 那一看就明白嘛 这是什么也没有嘛 这争取了一切 其实什么也没有 我觉得没有这么简单 所以我们才详细讲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浩英 如路亦如电 就是说 旧事不存在 应作如是观 最后一句 观我们讲了嘛 观就是个观念 是由一个猫头鹰的信息产生的 为什么猫头鹰呢 因为农根社会的时候 猫头鹰是一种信仰 是一种崇拜物 是一种吉祥物 它能保证消灭 农根民族的最大的天敌 是田鼠 它能保你的生活 所以它成了一种 信仰意义上的崇拜 所以我们用观这样一个字来表示 你应该你应该尊崇的一个理念 一个价值观 如是观就是就是这样的观念 如是 如就是 是这个观我们讲过了 那我们看 应作如是观 先讲作字 作就是功课 就是制作 对这个甲骨文呢 学术界有两个说法 一个叫做 一个叫做制衣所 说这是做衣服的 和那个衣字很像 领口啊什么做完了 这都是上个世纪的那些学者们 他们通过研究 对比好多符号啊 文字他们讲的 我再说一下 我们研究甲骨文的意义 不在于我们破译这个甲骨文 这次代表什么 我们是用学术界已有的成果 来分析 我们要分析的文本 我们的文本就是 先进第二个叫做 刻痕属 就是甲骨文时代 拿刀在甲骨上刻出来的痕迹 我们最后要讲这个阴字 阴坐如是官 这个字呢很有意思 我们如果说就是简单的 概念化的一下 人们经常说的一个词 就是忽撩一下 讲有些人学习呀 工作呀坐不稳 你看他在那呢 忽撩一下就不见了 我们不能忽撩一看 这还不明白吧 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朋友 这一看就明白 我们看这个阴字 这个简化字的信息 看不出来吧 我下面讲的 和我十年前看的一部 纪录片有关系 当时我看完那个片子以后呢 非常感动 正好写心经的 马上把这个字理解 我本来也是忽撩一下 应做如是官吧 就是应该这样 还有什么可说的 我们看看他后面的信息 这个字有两部分组成 这个字是个后来有个字 第一个部分呢 是一个阴字 第二个部分 是一个心字 这个阴字的骨鞋 这个心字的骨鞋 我们用会议分析的方法 来看看他到底在说什么 一个架子 一个人 一个追 他干什么呢 我原来不知道 我看完那些资料 特别看完一个纪录片以后 俄伦春人和哈萨克斯坦人呢 这个游牧民族 从古代的时候 就留下来了一种 驯化音的方法 叫熬音 我们今天讲到了驯化 新石器时代的后期 是一万年以前开始驯化 牛 羊 马 都是那个时期驯化 狩猎时期也开始驯化鹰了 驯化鹰太难了 为什么要驯化鹰呢 因为在大的山林 森林里边打猎 抓野兔子 抓猎物太难了 要用鹰的能力帮人去做 而且鹰有一种能力 它把猎物抓了以后呢 可以给你拿回来 它会飞翔 所以距离不是问题 那么自由自在的鹰 怎么能够变成人的驯服工具呢 要熬鹰 怎么熬呢 鹰一直要睡眠 它要养足精神 才有能力去捕猎 用一个架子 用挂一个架子 一个篮子 把鹰放到里边去 鹰在山崖上 它要自由自在 所以看这个结构 就是山崖 这个是架子 它是合成的一个部件 人要陪着鹰 不让它睡着 人要不断地晃动这个架子 这个使鹰在里头失去平衡 永远没法睡觉 就不停地昏昏沉沉 而且极度饥饿 在这种情况下 人给它喂点肉 经过很长时间的熬 叫做人熬鹰 鹰熬人 熬到最后 鹰的野性就慢慢被驯服了 这个时候呢 鹰就把这个人 作为自己的主人 因为只有从人那才能获得食物 训练训练训练的 漫长的训练结束以后 要放鹰了 这时候是有风险的 鹰放出去以后 它还回来不回来 它认不认这个主人了 那么那个纪录片呢 演到后边 有放鹰的时刻到了 鹅伦春的猎人们 开始放鹰了 心里充满着希望 希望鹰能回来 放出去 等呀等呀等 最后那个纪录片拍得很好 最后交响乐 那种交响乐的烘托之下 鹰回来了 鹰飞回来了 抓回来野兔子 送到自己主人的手里 哎呀 那个看的人眼泪就下来了 电影这种轰托能力很小 那么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 这个鹰作为一个野性的生物 和一个人之间的这种关系 它飞到很远了 它已经听不见人在呼唤它了 人也听不见鹰在叫了 鹰先放起来的时候 在头顶盘旋几圈的时候 还有叫声 人还会吹哨子 有声音呢 再远了以后 它就听不见声音了 它怎么回来呢 靠的是什么 心心相应 它靠心的感应 它靠心和心之间的联系 它回来 所以我们说 鹰作如是观 这个结语里头告诉你 你要得到这个观念 你是要拿你的心去 心悦成福的接受 你根本不信佛 根本不认为这个世界观的重要 只是我拿了二十万香火钱 我就想今年能不能挣两百万 哎呀佛呀 你保佑我挣两百万 挣两千万吧 不是的 你要心悦成福的 用你的心去感应 所以我们这部经典 就叫做心经 好 这节课就讲到这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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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